Alex 李志剛 Angela 歐文斯 超B 洪其進 浮躍那裡是表演的 包括陳雷 炮哥 你好 你好 陳雷每次見到你都有個親切感 不知道為什麼 是 因為可能你是雅士的餘孽 跟我一樣 對 都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另外一位是女歌手 Serenie 你好 Serenie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你是一個Single Songwriter 是 我現在是講大讀書 我平時是 我會說自己是一個Indie Single Songwriter 寫很多很用廣東話俐語 很操促 或者很無聊的歌 有些人會說 但是 我就是不斷和我的朋友一起玩的時候 就慢慢地出了三個碟 嗯 我看到你的歌名 很有趣 譬如 《深宵的小巴》 或者《異常歡樂賀年歌》 《我的劉浮山的眼淚眼嘴》 很多這些是很本土的 這次你就會在自由野表演 對 情況是怎樣 當日是情人節 但我沒有特別選擇一些很愛的歌 因為自己本身寫很多關於自己個人成長 或者對社會的觀察所得的題材等等 我那天大概有半個小時的演出 那時候也會有很多其他很有趣的樂隊 例如《Perriam》 秋紅也很喜歡 秋紅是呀 秋紅我看過 我很喜歡 他們用一些電郵筒來做鼓 對 很厲害 但奏實力 所以會特別一點 嗯 Cerrini和陳雷 不會當天 Cross Over 不過當天 陳雷也會表演 那你當天又會有什麼演出呢 其實我當天應該就是 開頭的 對 打頭陣的 所以我其實都是一個人一支結他 這樣 清新一點去打這個頭陣 表演 陳雷呢 你就是參加這個亞洲星光大道 那 那 是不是曾經有人問過你 有沒有後悔 對 為什麼這樣問的 對 其實 可能大家看到現在 亞視的形勢不太好 但是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都真的沒有後悔 真的沒有亞視 可能真的沒有現在的我 嗯 其實可以說是亞洲星光大道 令到你可以有機會來香港 對 追逐你的音樂夢 因為你說其實你原本 你的出生地廣州 就很難的 是嗎 其實 因為 沒有太多平台 還有 就算在廣州你發行 這個廣東音樂的話 其實 如果要聽廣東音樂的人 其實多數都會聽回香港 而不會留意到廣州 如果是粵語音樂 就都是台灣 或者是北京 上海 所以其實廣州是 都幾 幾 樂壇都是很死直的 又不能說是死直 但是難被人注意到 不過我也覺得 因為我經常會有機會去廣州電台做評判 我發覺他們有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源自香港的 譬如音樂上 或者一些節目上 因為廣州電台也有個 不知道類似成功第一線的節目 然後又有個瘋癲法活人 名字很像 名字很像 很可愛 很正 但是你自己有沒有回廣州探親 過年前回去了 都幾開心 因為現在都越來越少機會回廣州 因為多數都留在香港 所以其實見親朋戚友都很開心 廣州就有回去了 梁家那邊有沒有回去了 就是ATV那邊有沒有找過朋友 我原本其實真的打算初四回去 但是我又打算今天回去 但是又想過 好像新年回去 會不會被人覺得我是回來鬥禮事 還是 不要這樣想 不用這樣想 反而我是擔心 你新年初四回去 有沒有人 去那個地方不老禮 那個地方是妹妹的 因為我問過同事 我說你們什麼時候會上班 他們就說初四 其實我真的打算 不如 可能結束了節目之後回去 這樣 對了 因為如果現在 我害怕 我不知道 拖到 不用怕 不要緊 如果現在還上班的 就不會準時上班 所以你三點後差不多 差不多 現在還不知道有沒有員工上班 也不知道上班 有的 不過有部份就辭職了 還有我以前也有亞視的朋友 我們也有Whatsapp 也有聊這件事 是會突然覺得 原來走數也可以 這個世界 好像開了一個不太好的先例 不關我以前在亞視做過 幫亞視的員工事 而是整件事很不公義 你有沒有欠你的錢 阿視 沒有 其實我在 沒有錢的 你表演沒有錢 阿視 我算挺好的 我沒有參與過她 不出糧那個時期 我在她們報仇 不出糧 還有糧出的時候 我就離開了 不如跟Sarini聊聊天 你就是一個讀書的 Indie音樂人 在香港你覺得 有沒有你的生存空間 只要不去想 是不是真的要很成功地 在大台上走 我就覺得 生存空間哪有 還有 我想現在做Indie的很多人 他們是想擴闊這些 Discourse 或者是你的論述空間 不需要限於很窄 或是一定要很刺激的 一些詞彙 例如我們可以隨便說粗口 可以說一些很廣東 在網上而已 你待會不要說 這裏不能說 這裏不能說 這裏不能說出來 演出 我們可以一起玩 例如Rihanna 她很多歌都很帥 但她又可以玩很多Border 但反而香港可能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太認識樂壇 但樂壇來說 聽很多歌 可能沒有那麽Edgy 或者那麽Empowering的東西 可能Indie就是很多人在摸索 剛才陳雷說她去廣州 我在廣州 我也前幾天回到廣州 經過廣州 然後我在的士裏聽到 很多廣東音樂是很好聽的 我覺得她的用詞和香港有少少不同 但她們的思想是很有趣 她們會用這些字 用得更加絕核 是呀 我喜歡廣州的Rap Hip-Hop 因為他們的控訴性比香港更強 是呀 因為遊夜控訴 對 Serenia 你自小是聽什麽音樂長大的 我自小喜歡聽一些 Folk 例如Johnny Cash 不過可能自小 小時候當然不知道 聽多年媽媽聽 Johnny Cash年紀很大 我聽多年媽媽聽的 你那麽年輕 很舊的英文歌 到中學時慢慢聽一下 Johnny Cash Bob Dylan 我很喜歡一些 Folk culture 就是Narrative Music 那你幾歲開始學樂器 我想是中六 中七考完A級之後 自己就買了300元的結他 開始玩 哇 自給自粟 那你平時發表音樂就在網上 還是會不會出街做Busking Busking比較少 喜歡在網上平台 或者是自己在大學上演出 其實是一個溝通的方法 那以下來我們時間有異覆了 因為兩位就會在自由約之前 會起到預先有個預集的 記住2月14日就會在西九文化區 苗圃公園 當日Sereny押尾 陳雷開始 那今天先調轉Sereny 好嗎 你先設下位 你先拿你的 可以戴耳機 拿他的寶貝 吉他 是不是自己在創作中 這首歌 好 我給你一個咪來 還是你拿 我給他一個咪來 讓他一個收結他 一個就收人聲 你看 你的咪去吉他 這首歌是關於中學的時候 去讀一間很教會的學校 然後有點不開心 那這首歌好像是寫給以前的自己聽 叫自己放棄治療 就是Just Be Yourself 這樣的 還是靚妹的時光過得太快 還未可怪已經長大 年幼時青春一點點曬曬 卻不得很愉快 沒有試過約會別人 電影通通沒有變真 從來不接受思想緣感 但Breakthrough也沒有發生 沒有學會得了獨行 跟著大對我又自憎 每日都在分身變怪物 且不想乖乖死心 指甲陷入張心的一刻 就知道你 生活極憂鬱也不會叫我變秒笑 現在我要放棄資料 不要逼我笑 就當眾人皆醒我獨醉吧 曾在廁所待起來 偷偷哭過馬 時隔內 眼角雨水潮在 離開時 彷彿心肝小一塊 但這種進化不能買 沒有什麼風光本領 由此也未見標準 還未懂欣賞天生的覺醒 像大夢未發生 當標其立已是覺罪名 叫我者怪而離棄觀醒 長期分裂到什麼事 注定受夠了就分身 指甲陷入張心的一刻 我知道你 生活極憂鬱也不會叫我變秒笑 現場我要放棄資料 不要逼我笑 就當我笑張大氣 發寂寞用點 離開細族以後 快樂會一分秒 到春雪海長榮 時日流轉 指甲陷入張心的一刻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些年憂鬱也不會叫我又破損 啊 世界讓你自信動搖 淡作者已死了 活著你想要的未來 活著你想要的未來 不要再等 不要再等了 放棄資料 謝謝 放棄治療 真的叫你 Angela 我放棄了 放棄了 沒有再治療 真的很清新 很棒啊 自己創作 真的叫放棄治療 是 Serrini 你的名字是否有點特別 是我以前有一個 一開始玩結他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叫Winnie 那時候我的真名 Serrini是前面那一段 我就說 我又不想用自己真名 不如弄個藝名 就抽了他的名 原來只有你自己才會在意 這個故事 好 那到陳磊 7分鐘 7分鐘夠嗎 夠嗎 因為你的歌曲很Rock 好 給他一個頭部 Angela 麻煩你 把麥克 收一收去結他 我喜歡因為今天有兩支結他 好 陳磊 好 陳磊 這首都是我自己的原創作品 叫做老地方 其實就是講 我香港和廣州 經常在兩邊走 有時真的 和朋友分隔兩地 其實這首歌是寫友情的 好 陳磊交給你 好 這一次告別 can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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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陳雷的聲線有很多故事在裡面 很想走進去世界 我們現場聽是更加震撼的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加任何reverb、delay 全部都是用修人聲的麥克風 所以其實全部都是 如果大家都想看到 陳雷或Serrini的演出可以是2月14日 星期天本身自由約是下午2點至7點在西九文化區的苗圃公園 免費入場 而他們兩位的表演 陳雷會是2點3至2點9 就是這個男表演場地 而Serrini會是4點9至5點3 就是中央草坪的 還有很多隊伍 這個圓碌碌 還有Perry M 有很多隊伍 大家留意著 秋紅 可以是否帶自己的志葵飲品 或者野食 在草地那裡 野餐 野餐 可以聽歌 也是一個挺好的表演場地 而且是2月14情人節 沒想到什麼地方去的情侶就可以過來 自由約 可以自由約 陳雷你的男朋友就是你的音樂 是的 那天就是 有沒有叫朋友來看 自由約 我叫他們 很多粉絲的 阿炮哥 他自己本身 很多人很喜歡看他唱歌 Serrini 有沒有叫你的朋友 我叫我的學生去 學生 逼他去 一定要去 大家多些去支持 2月14日星期日2時至7時 西九文化區的苗圃公園 有這個自由約 是的 如果你下載他們的apps更好 自由約的手機程式 還可以知道當日的節目詳情 好 今天謝謝陳雷炮哥 還有Serrini 下次談吧 謝謝 Good show 拜拜